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帶大家來露營區散步 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露營區很夯的蘋果屋 蘋果屋提供了簡易的通譜 裡面大概可以兩大一小 那它是提供沒有帶帳篷想要露營的人的一個另外一種體驗 裡面沒有衛浴,裡面也沒有寢具,它有一個軟墊而已 所以寢具棉被枕頭需要自備,衛浴的話是和大家一起露營的公共衛浴 那現在在蘋果屋前面的蘆冰花 已經盛開在中後期了 可以看到這邊的環境和視野都非常的不錯喔 大蘋果 我們蘋果屋前面的魯冰花,以紫色系的為主 現在是盛開中 那可以看到 蘋果屋的旁邊這邊 這就是我們的雪山主峰了啊 海拔3886公尺,台灣第二高峰的雪山 所以在這邊可以依然我們的雪山風情 蘋果可以住了,可以到我們官網的 那個住宿服務 裡面有露營區 5到6月7月份的部分是需要用電話預訂的 8月份的已經開放 9月份的也開放線上訂位 那一樣,裡面是沖鋪喔 沒有衛浴 它就是一個像帳篷一樣的另外一種體驗 體驗露營的方式 那裡面的大小大概兩大一小 衛浴是需要使用外面的公共衛浴的 今天天氣很不錯 那今天其實除了看看我們大蘋果 可以看到 我們的露營區工作人員現在在進行 周邊環境的割草 為什麼現在割呢 因為接下來就是我們露營區的花季了 可以看到 旁邊旁邊已經有了 就是接下來是我們的貓爾葉菊花季 那今年貓爾葉菊會比較晚 大概要6月下旬喔 所以我們先進行第一次的割草作業 在月初的時間 在這一兩天會完成全部的露營區的割草作業 讓它的花可以長得更好 我們來走下來看我們的棧板 環境超棒的 我們露營區蘋果屋走下來 就有一個廁所 公用廁所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的棧板營區的 這個是我們的景觀木屋 裡面是沒有衛浴的 我們的棧板 我們的棧板 那部分都是這樣 3x3的標準棧板 3米乘以3米的標準棧板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錄影區 漂亮的風景 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的錄影區 有漂亮嗎 來跟大家講 我們錄影區吹的冷氣 叫做荷環排冷氣 關不掉了 你要關也關不掉 現在白天的溫度大概 速音下大概17度左右 17-18度而已 很涼爽 這邊看到第一個這個 這個是荷環山的北風 荷環北風 然後今年的杜鵑花礦不好 所以沒有看到紅紅的 不然這時候其實是我們的 紅毛杜鵑盛開的時候 今年的花礦不好 但是天氣一樣的不錯 我們的北風這樣走下來 在我們說七上八下之後 就會到達我們的西風 荷環山的西風在這邊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 露營區這邊 露營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 荷環山的北風 荷環山的西風 那你去爬山的話 就知道 荷環山的北風到 荷環山的西風 是這樣子上上下下 上下下 其實是很乾扣耶 爬起來也是蠻累的 我們說七上八下 就是這種 這種感覺 那可以看到我們旁邊的這個 現在綠色的 這邊 六月底之後 全部都是貿易局盛開 現在已經 這邊 這個區域已經做完 全部的割草作業了 今天 我看一下今天好像有 既定帳篷 一樣喔 所有的站板都是要預約的 請 上網做預約 然後六月七月份的話 是電話預約 有有有有有 錄影的 錄影的客人 因為我們的衛浴 是在這邊 服務中心這邊 浴室的話 都是在這邊 所以 這邊第一排 方便 最方便的 就是這邊第一排 因為它有樹蔭 白天不怕賽 所以這一排 第一名啊 要搶的話 都是搶這邊 風景的話 我個人住的是這邊的風景不錯 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 然後繞著我們中間的這個池子 這個池子 沒有名字 等大家來命名 這個池子是我們的虛洪池 就是如果下暴雨的時候 它水量會先 水會先匯集在這邊 做一個制洪的效果 那 有一年 莫拉克颱風時 它急速降雨的時候 那個水淹到這邊來 淹到這邊都是水 所以是 有一個 替山上做一個制洪效果 它就等 雨大的時候 先把這邊的水先匯集 然後等沒有雨的時候 再慢慢的排掉 這樣子 好喔 趕瞪眼 很舒服 這邊 尤其現在又吹著微微的風 涼涼的 阿一樣喔 就是 就是這邊 其實我們旁邊是荷環山 所以 一般荷環山 是 會有一個 有一點擋風的感覺 那一樣 它如果是 冬季的話 它 因為它 有擋風 所以它會擋 擋一些雲霧 雨 所以 冬季容易下雪 是這個原因 一樣阿 在派發旁邊的話 我們就會 感受到差一點雪的氣氛 所以 我們錄影區 雪季的時候 也常常會下雪 可以看到 我們就在 錄影區的海拔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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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七十 兩千 五百七十四 兩千 五百七十四 然後上面一點 上面一點 就是天池的 這個上面就是天池 天池的海拔 二六一四 那錄影區海拔 二五七四 要在兩千多公尺山上 有 露營區 夾舊 夾舊 所以 我們 露營區是號稱 最高的 最高海拔的 露營區 當然 山頂的那些夜營的 不算了 露營區的部分 是 台灣海拔最高的 露營區 所以 冬季想要測試你的裝備 歡迎來阿 挑戰 我記得 去年下雪的時候 那邊整個 都是雪 然後就有一頂帳篷 帶到那邊 而且是 蒙古 蒙古式的帳篷 超強的 然後我們 路營區旁邊 有一個步道 叫做 藍茵湖步道 從這個角落走進去 今天就不帶大家走 因為我的手機要不停 來 山區的話 其實就是 早上好天氣 所以要走 保持早上的 時光 早點起床 欣賞一下 山上美好的天氣 那山上容易 下午 容易下雨 因為熱對流的旺盛 所以 下午容易起霧下雨 再到 帶大家 撈一下 貓爾夜局 這個 這個就是貓爾夜局 為什麼叫貓爾夜局 因為他的葉子像貓的耳朵 有沒有看到 他毛濃濃的 又三角形 這個摸起來超像貓咪的耳朵 所以叫貓爾夜局 貓爾多的葉子的菊花 也叫做野蒲公英 因為他跟蒲公英一樣 開花之後結的果實是風吹一樣 像棉花球一樣 那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自宏池 霧營區自宏池 不是天池 也不是藍櫻湖 超美的對不對 沒有幾個霧營區 那山上霧營的好處 1 避暑 2 這裡沒有蚊子 這邊沒有蚊子 就算有蚊子 都是平地帶上來的 他帶上來會水土不浮 會頭暈暈 腦髒飛起來 嗡嗡嗡嗡 像喝酒醉一樣 也沒有心情去叮你的 沒有蚊子 但是有蒼蠅 蒼蠅連玉山的主峰都有蒼蠅的 你要我們這裡沒有蒼蠅 很舒服啊 其實 有一些客人 來這邊露營 就是早上起來 再蘇雲一下 拋個咖啡 我們的營味旁邊都有 復工 公用的桌椅 很舒服的 喝個咖啡 泡個茶 享受一下山上的寧靜 雖然現在這幾天在歌草 比較吵 都是 蠻的引擎的聲音 晚上齁 夏季的部分 通常午後會有鎮雨 晚間大概八九點之後 會放晴 那放晴之後 因為下完雨 放晴會蠻冷的 夜間 夏季夜間 福壽山龍場 溫度大概十三十四度 你要關心 可以 大概九點之後 越晚越冷 九點之後 大概會放晴 放晴之後 看星星就只有爽而已 山上的天氣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也只能說 山上的天氣其實就是 青石作雲偶正雨 一日四季 一天就是 四季變化 山上 記得雨季 記得保暖衣物 你在山下三十幾度 在這裡十幾度 差很多 那看星星的話 銀河是從東邊上來 升上來 東邊在 就是後晚山這邊 升上來 那銀河的位置大概 在這邊 開始慢慢升上來 一直到 凌晨半夜 現在六月的話 大概 十點 十一點的話 它會在天頂 然後越 越往後面 就是七八月的話 它越早起來 很舒服啊 這邊看星星很舒服 那從這個角度 可以拍我們北邊 北京星 這個角度 記好這個角度 那可以去Google一下 露營區星空 這個角度蠻多人拍星軌的 非常漂亮 因為晚上我不會上來這裡 所以我就不太會拍了 那廁所 這邊有一個廁所 然後剛才走下來這邊有一個廁所 都是公共廁所 然後 衛浴的話 這邊浴室 大浴室 客滿的時候才開放 然後正常的浴室在服務中心這邊 服務中心這邊有提供 吹飾區 有烤肉架什麼的 然後有用餐區 然後販售部 販售部有賣一些 有一些生活用品 很方便 我們農場 因為不提供電 你來這裡就是 享受露營吧 你要帶什麼 卡OK 有的沒有的 沒有 不好意思沒有 你要上網打 沒有 你來這裡就是 好好享受我們大自然 你上來跟老闆說 抱歉我要去福收山路營區 那邊沒有電沒有網路 他就不會煩你了 上來這裡就是這樣 送 那我們這個 因為他剛好是在我們的天池 天池在這邊 天池在這邊上面的天池 然後 這裡剛好一個山的挖地 比較避風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地方做露營區 那路營區 我們基本的 那個 製紅的東西 製農池 然後 污水處理 那些都一定要做的 畢竟我們公家機關 那我們的 戰板銀位大概 150位 150個 150個戰板銀位 車子都沒有辦法停到旁邊 車子都停旁邊 有一個環營區的道路 停在路上 再搬東西搬下來 我們的戰板上面 搭營 我們的營區的營位 可以看到高高低低 跟我們比較自視的不一樣 但是它是隨地行去做建設的 設置的 那也比較 要盡量採比較自然的方式去呈現 那周圍的這些是松樹 松樹都是原始的 原森林啦 就是原森的齁 種子落下去 自然長起來的 那早期這邊也是被 放火燒山過 所以 後來也是做這樣子的 自然富裕 就沒有過多的人為干涉 當然營區也是盡量能減少就減少 一樣 陳如我講的這邊 剛才那個角度是北邊嘛 所以我們的日出和夕陽 這個角度比較不好拍攝 日出和夕陽的話 麻煩到天池 天池停車場拍夕陽 天池景觀台拍日出 9月份的房間 現在就可以上網預訂了 我們已經全面線上訂房 就只有 六七月這兩個月是要用電話而已 八九月的房間 全部都是線上訂房 請自本廠官網 有一個訂房 專區 線上訂房 直接去看哪一天有房間 哪一天沒房間 有房間就可以訂 那會訂進 那會訂進 好啦 拜拜